疫情期間 細紙禁絲堂的工程照舊 陳法宗的專業是營建 配合培育課程 承擔工地主任 未來還有這樣的期許 想說到退休之後 走入建築委員 幫我們自己看顧一些工程品質 2009年就與受政成為辭成的張炎黃 今年陪伴自己的太太 參與委員培育 希望之後夫妻倆同心菩薩道 以雙倍的力量 幫上人分擔更多入來家業 只要他出來上課的時候 我都陪伴他 他也陪伴我 我們一起做 這樣感覺是同心 結果都無憂無力 之前我們兩個做投授的時候 兩個都會完結 都不相當的 後來進入慈祭以後 我會停 看 停 我會聽聽看他的聲音在哪裡 他的想法是在哪裡 上人的話滋潤了以後 我會比較範圍思想 而王淑婦是從參加古針班 進而認識此季的 受政後他希望用自己的音樂 療癒醫院病患 那我就希望說 藉著那個音樂 從這個方面把它學習到好 有一天也能夠去這樣子服務 踏進慈祭大家庭的每一位心血輪 經過一年的培育和疫情的考驗 道心更堅定 方向也更加明確 大家新聞 新聞之善美之工 曾秀旭 沈能晴 葉敬鴻 綜合報導